开过光的佛珠断了是胸罩吗?这3点你一定要知道。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,佛珠突然断了,你大可不必如此惊慌。一切为心造,心无恶念就好。 第一,你必须要知道,佛珠是用绳子穿起来的,再结实的绳子,也会有断的一天,可能是长时间老化了,用力撕扯等原因造成的。 如果因为佛珠手链断了就东想西想,那是给自己坏的暗示,反而不好。 第二,民间错误的传言及佛珠声断了是给自己挡灾了,或预言不好的事发生。 即使佛家并没有这一说法,那都是迷信的说法而已。 第三,问问你自己,珠子断了,念佛之心断了吗? 真正学习佛经后,你必须知道,基础是深信因果,从文思修上入手,自己是否从身与意给别人带来快乐安慰,意识,语言,行为是否符合解律等等。 发菩提心,走菩萨路,学佛做人,利益众生,这就是学佛人应该走的路。 首先我们要将散落的佛珠全部拾起来,擦拭干净,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,以防珠子在失落。 其次挑选一个你喜欢的绳子,以虔诚之心串好。 佛教不搞鬼神迷信,没有什么欲试,寓意,那是迷信。 诸行无常,是佛教三法印,是衡量佛法的标准,诸行无常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,变幻不断的,不会永恒不变。 佛珠也是如此,是不是说佛珠开了光就不会断线迷? 那违背自然事物的规律,也违背佛法,所以没有什么欲试,只是自己不小心弄断了,或者线用久了自然断的。 总之不必担心什么,多情善吉德,多勤修佛法。 线断了,重新串起来继续用就是了,切莫因就换心,虚知知福,西福才施造福。 参考来源。